小月儿 我这膝盖就没直起来过 前有送花间女儿上门送花 会有门窗大佬上门松窗 而且还都是带饭场的 但再西说 花种的不怎么样 这个菜也都在这还可以 我们撒的这个小花园 明明还是有花的嘛 为了不让它再说如此奇耻大猪 我小月吃巨子买花才买肥料 准备把咱家花园重新整就会烦 嘿嘿就光看我们这架子 妹妹姐姐是不会让你白帮忙 咱不得输 但是后面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 我这花池变成了鱼齿 我连比赛资格都没有了 不过现在买鱼还来得及 买排水管还来得及 刚好房东还有个老抽水机 电容师傅说他改改能行 这份自信如此熟悉 仿佛看到了自己 哎呀 谢谢师傅 你这抽个水也不容易啊 哎呀 要我说 咱是借一个吧 这借东西咱手 再钻个排水孔出来 让小月儿的水能流出去 哎 这有了排水口 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但是管子得埋起来呀 但是泥巴还埋不了吗 那我这刚抽的花池 也只能提年有命 这花种不了 咱还是来看看菜吧 但我的菜 这哪个是我的菜呀 哦 这个 这不打药好像没得吃哈 没事 这还有开春种了 就怎么感觉 有点也很不良的样子呢 哎 这小辣椒 没吃年就养下糊口了呢 不过咱这茄子 咱是番茄 咱这四季豆可是茁壮成长 都该打站上了 哎呀 隔壁姐姐来帮我们 打站上来了 满院子枯树枝咱多的是啊 哇 姐姐这是直接插棵树啊 听姐姐的主没错 直接把四季豆的叙叙 往上沉起走就得行 新技能咱们就学会了吗 就是这个栈栈 粗矿还是粗矿点啊 这番茄栈栈 咱得秀气点 哎 这玉米就活了两颗 这叫小小菊 那个叫小小雅 能不能把小小雅 旁边的脚头也拔一下 不过小雅精细的树壳也是芋头 带着露珠的线 我们走来 一颗 两颗 三颗 脸初还有好几颗 这花儿瓜一长是喜人的 不错 油腕爬满整墙 也给的南瓜要死要死 我就把身上的苗 然后这三个就放到一起了 然后 哇 它长得好好啊 我还能把它长得更好 这又多了一个偷懒的理由 哎 姐姐怎么把我茄子捡啊 原来它是草啊 嗯 原来这小茄子苗 一开始是嫁接在草上吸收养分的 大了就得把草捡了 还好有解决 不然我们的茄子不定长成什么样呢 哎 这果树也挂过了 就是有点稀疏 这梨也挂过了 不过就这么一个 哎呀 还是会坏的 怎么办 这怎么分呢 看人姐姐家的理了 在果子里面找叶子啊这个 还有咱家茄子花开的还不错 这花过的还挺多 哎呀 这就是人生吗 总有一想不到 也总有心许美好 总之又是